小弟 妈 我们回来了 小弟回来了 小姐也来了 小姐 阿姨好 晚天好乐 快点五里吧 好 走吧 小弟啊 你们今天怎么有时间回来了 妈 我们这次回来 是有事跟你商量的 什么事啊 妈 我们呢准备要结婚了 结婚 这么快啊 那你们选好日子了吗 我们选好日子了 就在下个月的8号 行 你们准备好了就行 嗯 谢谢妈 好了行了 小丽啊 今天中午你去做饭吧 我还有四个小金说 嗯 好 小剑啊 阿姨什么事啊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不知不觉 我女儿长大要嫁人了 你也知道 她爸爸很早就走了 我和我女儿两个相依为命 小弟也是我一手带大的 我从来没有让他吃过苦 这丫头啊脾气有点俊 偶尔啊还耍你小鲜子 都是我给惯的 我知道你是真心爱小丽的 我把她交给你啊 我放心 以后呢 你要好好多包容她 别跟她斤斤计较 还有啊 小丽怕黑 网上不敢一个人在家 结婚以后啊 你尽量早点回家 别让她一个人在家等太久 阿姨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小丽的 还叫我阿姨啊 妈 对啦 小丽啊 不喜欢吃肥肉 吃饭的时候 你记得把肥肉去掉 再给她吃 再给她吃 妈 好了 傻丫头 多大老还这么爱哭 小丽啊 我把我宝贝女儿去交给你了 你以后可要好好对她 妈 你放心吧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小丽的 这怎么有小孩子的哭声啊 这是谁家的孩子 怎么放在这里 别哭别哭 可怜的孩子 这是谁的孩子啊 这么热的天 怎么把孩子放在这里呢 怎么把孩子放在这里呢 诶 这怎么有一根线啊 摘着摘哦 嗯 怎么这么很鲜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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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啊 我想出去打工 真是好事啊 我女儿终于长大了 直到挣钱了 但是呢 你得给我拿点钱当路费 路费啊 五百够吗 才五百块钱啊 五百块钱够干嘛的呀 女儿啊 家里总共就这么多钱了 行吧 五百就五百吧 那我走了啊 女儿啊 女儿啊 你不肥子收拾收拾衣服啊 还收拾什么呀 那些破衣服我不要了 女儿啊 那里路上注意安全啊 照顾好自己 妈 妈 你要回来啊 嗯 那个我把钱花完了 啊 这才几天你就把钱花完了 那你挣到钱了吗 哎呀 赚什么钱啊 这才几天工作实在是太累了 我做不了 女儿啊 你这样可不行啊 你看看你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你也该懂事了 哎呀 我怎么生在这种家庭啊 要钱钱没有 要什么什么没有的 你再看看别人家 谁串的不比我好 我也真生命苦啊 妈拖身到这种家庭 女儿啊 是妈对不起你 妈挣不到钱 可是妈一个人把你拉扯大 也不容易啊 你行了吧 一天到晚跟我说对不起 有用吗 你找个妈去啦 明知道这么个家庭 你把我生下来干什么 你把这就不应该生我 女儿啊 藏在妈心里二十多年的秘密 妈今天就告诉你 你不是妈亲生的 我 我不是亲生的 真的假的 真的 哎 你没骗我吗 妈能骗你吗 哎呀 那太好了呀 那我不是你亲生的 那这也不是我家呀 那那我问你啊 我家在哪呀 你家在哪 你自己去找吧 我捡到你的时候 你的包裤里有一张纸条 里面写着呢 纸条 那放哪了呀 那放哪了呀 再忙去把这部分 妈 妈 你放哪了 在我的枕头下面 妈 妈 是不是这个 行了妈 那我就先走了 等会有时间 我再回来看你 走吧 你冷了 你冷了 也好 走了也好 我们家这么穷 走了也好 你说这么穷的地方 你带我来这干嘛呀 你看看这路 我带你去看我的一位故人 故人 什么故人 这这么穷 小丽 你们家不是很有钱吗 难道这还有亲戚啊 没有 没有就是有一位朋友而已 朋友啊 嗯 走吧 哎 这不是小天吗 小丽 不是 哪有人回来啊你 什么 你妈 你妈都去世了 她临终前就想见你一面 什么人啊你 哎呀你别走 你把话说清楚啊 小丽啊 她说你妈去世了 是什么意思啊 哎你等等我 妈 妈 妈 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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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哪啊 刚那个人说你妈妈去世了 你妈不是好好的吗 小丽 你怎么啦 小丽你不要吓我啊小丽 小丽 小丽 你怎么说走就走呢 我还没来得及孝顺你呢 你可是养了我二十年啊 妈 我还没来得及报答你呢 小丽你这说的什么啊 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啊 这是养了我二十年的妈 从小家里 好试好穿的 她全部都给了我 可是有一天 她告诉我说 说我不是她亲生的 我就跑了 我就去找我的亲生父母了 可是我再回来的时候 我 我就再也看不见她们了 妈 小丽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万文复义 我告诉你 原本我是听人家说 你是一个孝顺的女孩 我才跟你交完的 没想到 你是这么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 是我看错人了 我告诉你 我们分手吧 我们分手吧 妈 你女儿不孝顺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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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